请走转 好不容易看到有车子要出来 旁边却杀出陈咬金 黑色轿车直接倒车要抢占车位 遇到这种状况 两名驾驶都要停 还真的无法可管 协调不成只能请警方到场 但如果像是这种情况 自小客车驾驶就是狂 直接跨越双黄线 抢停车位明显触法 最高罚1800元 看到路边有停车格 你要停可以 但假如呢 你是要等那台白色车子出来 和这台灰色车子并排停车的话 小心这样可能已经触法 终于看到停车格 别开心太早 因为如果为了要等车子出来 并排停车 即便没有买三分钟 但也算是临时并排停车 储600元 如果超过三分钟 就算是并排停车 直接罚2400 因为并排停车会造成后方车辆 因为要闪避并排的车辆 跨越车道 造成闪避不及的情况 不只路边停车每个多 卖场停车场更是不少 尤其卖场属于私人停车场 违规停车都不能算是 交通处罚条例的范围 只能由卖场出面协调 因为双方都是顾客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能够以和为规 那当然如果说 发生严重的冲突 还是争吵的话 我们还是会请警方来去 协助我们去做公权力的处置 两边都是客人 卖场人员真的很两难 驾驶抢车位 无所不用其极 但美美高高一不注意 就可能吃上罚单 记者陈生意 潘颖文高雄报道